烧快的热水啊 不能直接倒在下雨倒里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看他啊 看他啊 女人都死了 别眨眼了 像他这种情况啊 你不能等他越来越严重了 你再去管他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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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用手拍打这种小虫子 他叫鹅锐 携带多种病菌 家里一旦出现鹅锐这种飞虫 就说明你的下水道已经有成百上千只 他叫鹅锐 携带多种病菌 千万别用手拍 可清洗下水道 家里一旦出现鹅锐这种飞虫 就说明你家的管道需要清理了 这时候建议试试这款管道清洁剂 能有效清除管道壁上的幼虫虫卵和细菌 从源头抑制鹅锐滋生 而不是简单的清理疏通 同时还能驱除管道异味 保持厕所的干净清新 厨房里的洗菜池 下水漫的马桶用它定期清理 不用再为意味非常问题困扰 手机看到的觉得挺神奇的 抱着试试的精彩就买回来了 它这个用起来特别简单 如果你家的管道超过三个月没有清理 那么我建议你实施这个管道清洁剂 往滴漏里一道 再往马桶里一道 里面的脏东西就会被溶解疏通 防止管道堵塞和异味 用完整个卫生间都是香香的 像是头发堵住的洗脸池 身份身菜塞出的洗菜池都可以用 你看看 溶解完了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下水道时不时往家中反异味 会带来大量细菌 所以我们要定期对管道进行清理 建议你一定要试试这个管道清洁剂 它不仅能防止管道堵塞 而街里面的活性剂 可以杀死管壁上又虫虫卵 往滴漏里一道 再往洗菜池里一道 它能够把管道壁上的蚊子 和爬虫的虫卵都清洁掉 用完家里总是香香的 看看啊 看看啊 不需要发大价钱请师傅 就把它倒在堵塞的马桶里 不用等上个老半天 静置个十几分钟马桶就疏通了 还可以把它倒在洗头堵住的洗手池 剩菜剩饭堵住的洗菜池 反应产生了高温 还能有效清理掉幼虫虫缆 一个月清洁一次 卫生间的异味和小飞虫都没有了 整个房间都是香香的 老铁们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管道疏通剂 下水道堵了 不要用手扣 也不要用棍子堆 你就把这个疏通剂往里面倒一瓶盖 你等它个几秒钟 然后你再看这效果 为什么说现在大家都在用我们家这款疏通剂 不爱用那种传统的疏通盐了 一是夏天下水道堵了 味太大 再一个它也疏通不干净 像咱家这个疏通剂倒进去 瞬间产生大量泡沫充满管道 能迅速溶解头发 食物残渣油脂等一百多种主修物 还不会损伤管道 不会产生污染 而且用我们的疏通剂疏通过的管道 管道它就不那么容易阻塞了 这么好用的疏通剂 你要是说收到货不好用 你就给我优回来 它随便给退 收货这一块你就放心吧